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下 柏莱雅的双抗分底液 这个是七润版的紫白色 我是干皮 黄掉玉白 坐标东北 这边天气也是比较干的 脸上就是有一些斑点印子 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小痘痘 还有脸颊有一些泛红 这个地方是有点过敏 先看一下分底液的质地 有一定的流动性 比较水润很好推开 先上一半脸看一下效果 分底液我已经种草了好久 慢慢依侧脸的效果 两边脸对比一下 脸是挺轻薄水润的 但是遮瑕力度比较一般 像我这些斑点印子 是没有办法被盖住的 鼻液泛红是可以被修饰的 然后这个小痘痘 其实没有完全被盖住 这是上完全脸的效果 它的妆感比较清透 然后微微带有一点光泽感的底妆 眼下和鼻液都没有出现卡粉的情况 但是我感觉这侧脸 是稍微会有一点粉感的 不是那么的细腻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 今天咱们就不停妆了 然后用一天的时间来记录一下 它的表现情况 现在是下午的3点51 持妆差不多有4个多小时 现在的脸上就是微微会有一些出油的情况 然后这个底妆 它对毛孔的修饰效果不是很好 下午的阳光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妆感 晚上的11点 持妆有10个小时 我刚刚健身家吃了个火锅 现在脸就是特别油 持妆情况还是挺不错的 就是痘痘的位置脱了一下妆 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明显的脱妆情况 我们再试一下它的氧化暗沉程度 在我脸上稍微会有一点氧化暗沉 但我觉得这个程度还可以 这个粉底液用下来是比较适合干皮轻薄水润的 然后一天也不卡粉 这下粒比较一般 像我这种大瑕疵是遮盖不住的 这个粉底液我之前也用过几次 它有一点条腹质 皮肤状态不好的时候 用很容易斑驳 治合皮肤状态好的干皮使用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